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跟大家分享巴兰故事启示的第一集 今天要从西伯拉原文和犹太根源来分享 谁是巴兰 巴兰名字的奥秘 以及他语亚马利人 有什么关系 巴兰企图咒诅以色列人的过程 显明巴兰拥有邪恶的眼睛 傲慢的心思 贪婪的灵魂 甚至用巴兰的口将咒诅 转化为祝福 从巴兰得到的启示是什么呢 摩西与巴兰的不同在哪里 巴兰的驴子说话了 那么巴兰是谁呢 巴兰的西伯来文是比兰 它有四个西伯来文字母组成 前三个西伯来文字母构成了一个西伯来文动词 就是吞下的意思 后面两个西伯来文的字母意思是人 所以巴兰的西伯来文的名字意思是吞吃人民和毁坏人民的意思 在圣灵节二十三章四节 巴兰是米甸人米索布达米亚比尔的儿子 他虽然知道以色列人的上帝 却将他的巫术提供付费的福 巴兰是一个反犹太的外邦张普什和先知 他可以与众神接触 摩亚王巴勒邀请他咒诅以色列人 尽管他试图满足巴勒的愿望 但耶和华只允许他的口发出祝福 巴兰与亚马利人有什么关系呢 奇妙的是巴兰的西伯来文是贝兰 亚马利人的西伯来文是阿玛兰 巴兰和亚马利人的西伯来文的名字都具有四个西伯来文字母 将他们的四个字母的名字分别上下对齐排列 然后在中间画一条线将字母分开 右边上下的四个字母组成了巴兰的名字 左边上下四个字母组成了亚马利的名字 亚马利的西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是爱因 象征着眼睛 他的西伯来文的数值是240 他与怀疑的西伯来文数值是相同的 亚马利人代表怀疑的邪恶之言 巴兰与亚马利人共享同样的品格 就是邪恶的眼睛 狡猾 自我中心 反对灵性 爱 赠予 和与神的积极连结 巴兰企图咒诅以色列人的过程 巴勒 拆派使者恳求巴兰咒诅以色列人 并为他的服务提供丰富的财富和荣誉 巴兰接待了使者并告诉他们 由于耶和华的灵只在晚上停留在他身上 他们应该再次过夜 那天晚上 耶和华向巴兰行献 并禁止他与他们同去 早上 巴兰告诉使者神禁止他去 巴兰非常虚荣 不敢承认他的口 是在神的控制之中 因他的邪恶和贪婪 他暗示他不会去 因为使者的级别太低了 他暗示如果巴勒真有诚意 他会派出最高级别的使者 和提供更多的钱财 使者回到巴勒那里传达巴兰的意思 恐惧的巴勒派遣了他最杰出的使者 向巴兰承诺给他更大的尊荣 巴兰提醒这些使者 耶和华禁止他去 但补充说 他们应该再次过夜 他会再求问神 果然那天晚上 耶和华出现在巴兰的面前 告诉他 若这些人来招你 你就起来 捅他们去 你只要遵行我 对你所说的话 巴兰心里充满的对 金钱的渴望和贪婪 拉比对 民书记22章18节的解释时 巴兰说 巴勒就是将满屋的经营给我 我行大事小事 也不得越过耶和华 我神的命令 巴兰虽然最终获得上帝的许可 前去见巴勒 但他没有不情愿的艰难前行 而是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态度 他在黎明时分就起床了 他热情的给自己的驴备安 这通常是委托给仆人的家务活 上帝的怒火爆发 才有之后路上的驴子说话 和带刀剑的天使出现 上帝不情愿的认可 变成了巴兰的热情陪伴 巴兰一大早起来 心高采烈的亲自给他的驴备上安 耶和华的命令是 如果这些使者招他 他才能同去 彼得拉斯解释 在那一刻 耶和华说 邪恶的人 我的仆人亚伯拉罕 在他亲自为他的驴备安时 已经先行那一步 但亚伯拉罕是如此专注于旅行 耶和华的命令 牺牲他的儿子 然而巴兰却急于企图 咒诅以色列人 耶和华因巴兰离开 发了一怒 就拆拍了一个挥舞着剑的天使 挡住他的去路 驴子在路上看到了拔剑的天使 于是他转向一边 进入一片田野 巴兰打了驴 让他回到路上 然后天使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 两边都是墙 驴靠在墙上挤过天使 压伤了巴兰的脚 他又打了驴子 然后天使站在一个狭窄的地方 那里没有左转或右转的空间 驴子看见的天使就蹲在巴兰身下 巴兰第三次发怒用仗打驴子 耶和华故意将天使隐藏在巴兰的视线之外 这样他就可以击打他的驴子 当驴子被击打开口说话 随之而来的羞辱就会发生 另一种解释是 驴子实际上并没有看到天使 只是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形状 就像一个拿着刀的屠夫 不管是什么原因 巴兰对驴子的不服从感到羞辱 于是他愤怒地打了驴子 米德拉斯解释 耶和华让驴说话是为了向巴兰展示 舌头和嘴巴就是我们的言语 完全掌管在神的手中 以至于他甚至可以让动物开口说话 耶和华希望巴兰意识到 当到了巴兰咒诅犹太人的时候 他将完全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开了驴子的口 他对巴兰说 我对你做了什么 你打了我这三下 巴兰对驴子说 因为你羞辱了我 如果我手里有剑 我现在就杀了你 耶和华打开巴兰的眼睛 让他看到一个拿着剑的天使 站在他的面前 巴兰立刻下来跪拜 天使斥责巴兰 踏上反对耶和华的旅程 并殴打他的动物 巴兰承认自己的犯了罪 并问天使是否应该转头回家 天使告诉巴兰和这些人一起去 但他只能说出耶和华神吩咐他的话 请继续观看巴兰故事启示的第二集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 更多的奥秘 让我们一起从西伯来原文和犹太根源 学习陀拉 陀拉是神的教导 人生的指南 欢迎订阅分享 Shallung Shurring给予一个 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